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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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語言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 它很難完整的、清楚的 去定義一個狀態 我們有時候會混淆 就是孤獨 寂寞 單獨 會以為是同樣的一個意思 可是其實特別是看了這些書之後 你會去想 就是說這些作者他要講的這個狀態 會去釐清就是說 其實孤獨 單獨 其實是不同的 是代表不同的意義 單獨是一種客觀的狀態 就是你就是一個人 可能旁邊沒有人 可是孤獨是一種主觀的感受 就你可能在關係裡頭 或是在人群當中 你還是會有孤獨的感覺 還是會有寂寞的感覺 那跟你是不是一個人沒有關係 可是單獨就是指就是一個人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就是說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要 要分享跟討論的重點嘛 就是其實你會發現 孤獨是有裂縫 就是你會需要有一些人 或者是有一些事物來填補 可是單獨本身就是完整的 不需要任何東西來完整它 就我覺得我們今天可以從這個 這兩個詞的定義切入來談一談 現在為什麼說是一個孤獨的事跡 然後為什麼在孤獨的事跡裡頭 我又覺得單獨其實是很重要的 對呀你會發現說 現在是有了網路之後 然後有很多社交軟體 會發現就是說大家的連結好像很密集 很多 然後你可能有上千位朋友 可是為什麼現代人的那個孤獨感這麼強 以至於就是說其實有很多研究報導 就是現代人的自殺率其實非常的高 然後我那天看一個 從書裡看一個數據其實我也覺得滿驚訝 就是在美國好像有半數以上的青少年 會覺得自己經常感到孤獨 然後日本甚至因為日本的高齡化比例很高嘛 那甚至有一些老太太 他們寧可犯一些小罪 譬如說順手牽羊 然後可以讓他們去蹲監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監牢裡頭他還有其他人陪伴 他會覺得比他一個人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扭曲的狀態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那個也是我們必須 每一個現代人可以去深思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每天用手機用網路的頻率很高 就是你感覺跟外界的連結其實非常的頻繁 可是為什麼那個孤獨感那麼強 所以就像剛剛提問的這個意思 那為什麼 那我覺得我們就要來去想 那所謂的真正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子 什麼是健康自然的關係 什麼樣是讓你不會感到孤單的關係 那我們去回想 我們每一個人應該也許你一生當中 你可能都會有一兩個好朋友 或者是你曾經有過一段讓你覺得很美好的關係 不管它是長或是短 那你去想那個關係是怎麼建立的 其實那是有很多互相的交流跟關懷 那個東西是沒有辦法速成的 並不是說我今天跟你締結了一個契約 我們今天成為好友 我加你好友你同意 我們就有了那個關係 其實並沒有 對 所以那些東西沒有辦法取代 所以它沒有辦法填補 可是它會變成一個循環 就是可能我覺得我越需要有人陪 我覺得我內心的寂寞的那個洞 越大 我就會越需要這些立即的滿足 所以可能我就會很需要一些 我可能會變成是追求快感 而不是追求平靜長久的喜悅 就是這些我覺得這些所謂的 讓你舒服或者是幸福的感受 程式上其實是不一樣的 快感它可能就是一時的立即的滿足 可是那個東西結束之後 你的寂寞感會更深 那在重新與人對話那本書裡面 我覺得它點出了一些問題 我覺得蠻有趣 就是說也許我們隱隱約約知道 有這樣子的狀況 可是並不知道這個狀況 或是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譬如說因為這個作者 他是社會學者也是心理學家 那他長期研究了很多青少年的行為 一直到他們長大成人 那他提出了就是說 就說這比較年輕的世代 沒有辦法對話的問題 他為什麼會是一個問題 就是他裡面舉好多例子 譬如說有一個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個好像是兩個高中女生 就是其中一個陪他的室友 還是他的好朋友去掛肌診 可是因為醫院可能判斷說 他這個問題還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先請他們在外面等 他們大概等了好幾個小時 那他們兩個就是個別滑手機 結果滑一滑就是其中一個女生 他就發現他快沒有電 結果他開始非常恐慌 他就整個醫院到處去問 有沒有充電器這樣 結果後來他到那個警衛室 一般是不能開放的 他就到那邊去充電 他才放下心來 那看這個歷史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覺得 就是你心裡會有很多的問號 就是說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就是說你明明有朋友在旁邊 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會有孤獨感 你會以為是一個人的時候 會有孤獨感 可是現在你身邊有人啊 為什麼你還要那麼依賴 你手上的這個手機 你不能跟你的朋友聊天嗎 那如果我跟我的朋友已經很少聊天 我們還是要靠簡訊 那我們的朋友的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還有譬如說 很有名的大學生 他要跟他的教授討論他的研究報告 他沒有辦法面對面的跟教授討論 他要回去寫email 因為他的解釋是說 他希望完美 因為他覺得講話對話很容易犯錯 所以他回去信的話 他可以盡量的修 修到他覺得OK他再丟出去 所以好像就是 我們又有一種就是說害怕犯錯 因為講話像我們這樣對話 我們會有很多即興的即時的反應 那那個可能 如果你沒有經常做這樣練習 你可能真的會有一點害怕 可是為什麼重新與人對話的書裡 這個作者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我們去想對話是什麼 對話跟簡訊的差別是什麼 因為你看不到對方的表情 那因為人類其實是一種鏡像的動物 鏡像的動物就是說 我們會根據對方的感情情緒 他也會影響我們 不管你是開心或難過或生氣 我都會被你影響 我會跟你有一點點同步 可是透過簡訊透過手機 我是沒有辦法感受這情緒的 即便你丟很多表情符號 那也不夠精確 而且有一些其實是沒有說出口的感受 我可以透過表情可以觀察得出來 這其實就是一種溝通的能力 可是如果我們缺少這種面對面的對話 我沒有辦法去練習這個能力 其實久了就會喪失 書裡面其實也有舉很多 其實大腦的研究也做了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因為大腦其實是一個可塑性很高的 我們的人體其實是非常奇妙的構造 所以如果你某一個區域你缺少練習 他就會判斷也許你不需要這個功能 那個部分的能力確實是會喪失 所以如果我們失去了同理心 大家就可以順勢地去想 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有很多的網路霸凌 所以有很多的仇恨的言語 因為我們看不到當事人的表情 你可能相對你就不會覺得這件事情有多嚴重 你會更放膽地去講所有你想要講的話 而不必擔心傷害誰 所以我覺得還有一個是 我之前聽一個Podcast 他們也在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他們有提到一點是我之前沒有想到的 我覺得很棒 他說因為透過簡訊還有一個問題是傾聽 你沒有辦法進行傾聽這件事情 你必須等到他把文字打完送出來 你才看到他要講的話 可是當我們在對話的過程 有一些空白或是沉默的時刻 或是你在思考你要講什麼的時候 那些空白的時刻我們還是可以讀出很多的訊息 對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透過機器是沒有辦法展現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我們是真的想要建立一個夠深夠真誠的關係 光是透過手機透過機器 我覺得很難到達那樣子的程度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現代人的孤獨感很強烈的原因 所以譬如說你會覺得你好像有很多的可以聊天的朋友 可是如果哪一天你真的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 這裡頭有幾個他會真的放下手邊的工作 把你的問題擺在優先 然後來陪伴你來幫助你 有多少人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朋友的定義 對於是不是孤獨是不是有伴的定義 也許我們要重新來面對跟思考 不能完全由這些科技這些企業 他所設計的這個工具來幫你定義 對啊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很少練習跟人面對面的溝通 你就更難去判斷或是理解別人 其實你其實會害怕跟別人產生關聯的 所以我們只能躲在螢幕後面 那我覺得孤獨事記跟仁慈 其實他們都提出了一些 有一些是案例 你可以把它當作也許是一個解決的方法之一 那我們可以用那些案例來舉一反三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他們點出了問題 他們也點出了可行的途徑 那孤獨事記是他講了很多就是說 孤獨其實就是一種不健康 一個孤獨的社會就是一個不健康的社會 所以我們都會去運動嘛 鍛鍊我們的肌肉啊 我們身體的健康 可是我們的心靈的健康 我們有沒有在照顧他 孤獨其實就是一個很嚴重的疾病 那他提出這個疾病放大以後 會對整個社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些極端主義 比如說這些仇恨 散播仇恨的這些媒體 其實都是利用人的孤獨感 所以他提出了更廣泛的面向來看孤獨 可能會造成影響 那他也提出了解法是什麼 那仁慈我覺得他也是從很多的案例來講 就是說人性也許未必是像我們原來想的那樣 或者說因為我們被很多錯誤的訊息的誤導 就是對人我們開始有一些不信任 或是覺得當一群人資源有限的時候 一定會互相廝殺 可是他提出了很多範例 然後他親自去調查那些 就是被我們 我們已經耳熟能詳知道的這些範例 譬如說像小說蒼蠅王 或是他裡面有講一個例子是 我忘記是在美國哪一個小鎮發生的一個 很可怕的這個凶殺案 可是當時那個社區好像有三十幾個人 就媒體就報道就說這三十幾個人 沒有人出來救他 結果這個女生就這樣子死掉了 就在很多目擊者的注視下死掉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攻擊跟抨擊 那這個案例後來變成非常有名的案例 就是說就是旁觀者效應 就是沒有人出手想救這樣 可是這個作者他事隔這麼多年 他去了解第一手資訊 他發現其實媒體只講了部分 其實那時候是有人打電話報警 只是警察來得非常慢 因為那邊經常晚上可能有夫妻爭吵什麼 所以警察不以為意 所以第一個是警察其實來得很慢 那第二個是其實是有人衝出去 要去救那女生 可是他已經斷氣 所以他最後是在死 他是死在鄰居的懷裡 並不是孤孤單單死在他的這個前院的樓梯上 所以如果有後面的這段補數 你就不會覺得對人心裡會感到那麼的灰暗 而且對那個死者家屬來講 他心裡也會比較好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 為什麼會造成這些有很多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媒體的推波助瀾什麼什麼 這些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仁慈讓我們看到非常多這樣子的例件 你會重新去審思 就是說關於人性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應該要有更正面的 就是對他抱持的希望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些 我們所看到的比較光明的面向 我們可以去改變我們的認知 然後進而可以去改變我們的社會 所以我覺得這兩本書他們提出了問題 那他們也提出了解法 所以我覺得大概會讓我們對於 怎麼去改善孤獨 一個有孤獨病的社會 有一些方式可以去得到解答 所以你就會發現我覺得自己這個很大的問題 是我們現在在網路上面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資訊 然後你也會覺得每天的新聞啊 資訊很多 可是事實上你會發現 其實裡頭有多少是真實的 就是你要去花時間去過濾那些東西 你可能花了 你收到很多 可是裡面可能80%是垃圾 或者是別有用心的人 要去告訴你的假訊息 所以不要以為說網路上面什麼都有 什麼都是對的 其實未必 而且你吸收很多不健康的錯誤的訊息 其實對健康也有害處 那剛講那個人詞裡面講那個蒼蠅王 我也是非常受到震撼 因為蒼蠅王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文學 那沒有讀過的讀者大概簡單講一下 就是15個少年漂流到一個孤島上 然後後來起的爭執 然後後來造成悲劇 就是有人死亡等等的 所以大家就會認定說 如果我們把一群青少年丟到荒島上 它其實可能就是人性的放大版 因為資源有限 然後大家要爭權 所以一定最後會變成悲劇收場 所以你就有一個這樣既定的印象 因為那個書非常暢銷 賣了就是已經這麼多年過去 仍然非常暢銷 所以已經很多人就會有這樣子的印象 結果這個作者他就 他也不這麼認為 他也不死心 他想要去找真實版 有沒有故事可以佐證 這個是對還是錯 結果他還真的找到了 他真的找到了一個真實版 就是一群少年他們真的就是 本來只是鬧著玩 然後自己做了簡單的這個 他們就偷了一艘那個船夫的小船 然後可是因為天后變了 他們反而就是也是飄到孤島上 我忘記他們好像真的經過了一年 可是當人們發現他們的時候 他們已經建立起景然有序的 一個小型的社區 然後每個人分工 他們還分兩批 就是要負責守著那個營火 因為萬一有船隻經過的話 才知道說這邊有人需要被救援 那個營火從他們點燃那一刻開始 就沒有熄滅過 就是跟蒼蠅王的小說裡面 講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也希望大家可以知道真實版是這樣 並不一定是像小說 虛構小說講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看那些書很好是說 他會幫助我們去從不同的面向去思考 我們本來以為理所當然 或是說我們認為一定是怎麼樣的狀況 然後也會因此來去思考我們自己 就是我是不是也是經常感受到孤獨 那那個原因是什麼 我有沒有辦法脫離 還是我要等著別人拯救我 我喜歡這些書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它會讓我們覺得 我們每一個人其實是有力量的 不必等待誰 然後剛剛講的一個詞叫做展演 我覺得也是很好 那書裡也有提到 我們現在這些社交媒體 變成是一個展演的舞台 就是說它可以多反映我們自己真實的人生 其實那個比例可能未必很高 就因為每個人都在上面展演 不過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因為它就是一個發聲的平台嘛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有不同的發聲的方式 至少你以前可能沒有機會被聽見 今天因為有這些社交媒體有網路 任何人的聲音都有可能被聽見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不好 但重點只是說 不要太依賴它 或者是認為說那個就是全部 所以當我們看到別人在上面 這樣展演自己過得很好啊 然後去參加很多很棒的活動啊 你會覺得自己比較差 我覺得就是這個部分不要有 因為你就要意識到 那就是一個展演的舞台 我們不會真的知道別人的人生經歷過什麼 因為有一些面向它不會讓你看到 所以並不要把它拿來做比較 其實就OK這樣 那重新與人對話裡面也有舉一些 就是令人滿傷感的例子 因為有一些孩子他可能 因為以前別人 就是說有一些群體沒有邀請你 你可能不會知道 可是現在因為有社交網路 你很快就知道了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在同樣的場合 譬如說各位自己有一個群組 我就是那個唯一沒有被邀請的人 然後你發現其實你會難過 或者是說同學跟你說什麼活動 就說不好玩我們都不要去 結果你發現他跟別人去 因為他會 他會拍他的照片 所以很多青少年會經歷這些 那對他來講也是一種壓力 因為孩子正在學習 怎麼去理解跟建立人際關係 所以這個我覺得應該是 大人要提供協助的 幫助他怎麼去認 怎麼去更健康的去看待 跟使用這些工具 而不要全面的相信 他就是全部的世界 但是這個回過頭來 我覺得大人自己也要知道 怎麼去應用 因為我們也看到很多孩子 在跟大人講話 大人自己在滑手機根本沒在聽 也有很多這樣子的大人 那時候裡面也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孩子就是 他忍不住就跟他媽媽講說 你可不可以 我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可以不要看手機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大人自己 要做一個好的示範 就是不要讓他成為 人跟人之間的阻隔 就是我們看似在跟 發簡訊跟很多人對話 可是你身邊就有真實的人 真實的連結 你卻荒廢了那個建立 所以這不是一個很可悲的狀態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些書 其實都是在提醒我們 就是回到生命 回到人性 回到真實的連結 然後接下來其實我們就可以去看 我第二個階段的選書 他就是在講單獨 單獨跟孤獨不一樣 其實一個人要可以單獨 他才有辦法創造真正的連結 乍聽你可能會覺得很矛盾 會搞不清楚 可是你去想什麼是單獨 單獨就是你可以跟你自己自在相處 你可以安於一個人的狀態 而不需要有很衝動性的去做一些追求 剛剛講追求一些短暫的刺激的快感的事情 你可以跟你自己自在相處 因此你沒有需要任何人來滿足你 你對任何人沒有需要 我們這次推薦的那幾本書裡頭 有一本書就有講 如果你對別人有強烈的需求 你自己是沒有辦法滿足你自己的話 你就是需求的奴隸啊 奴隸的狀態不就是這樣嗎 就是你沒有辦法自由 那有一些不自由的狀態是外加給你的 可是我們現在講的現代人這個心理狀態 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給自己的 就是如果你你永遠有 需要別人來滿足你的這個需要 你就是不自由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 可以從這個孤獨感解脫 必須要有單獨的能力 我記得書裡面有一個很 有一個我覺得很生動的例子 他是說 我記得是薩古魯講的 他說如果你 你自己都沒有辦法跟你自己相處 如果你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那你怎麼期望別人可以想要跟你相處 如果你是一個這麼糟糕的陪伴的話 所以我覺得那個其實是可以練習的 就是說大家不要覺得說很害怕 就是孤獨你會覺得說一個人感覺很恐怖 我覺得那個純粹是我們怎麼去看待 我們這個生命的存在的狀態 所以我另外我有選了三本書 就是《閒暇》《如何無所事事》 還有《無用之用》 其實就在講 其實單獨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就是說如果你可以安於跟自己相處 其實你會看到更多 因為你的感官會更銳利 比如說你就是靜靜的 比如說《如何無所事事》那個作者 他本身就是一個 業餘的鳥類的觀賞家 那他說其實你就是靜靜的走在森林裡 等待那個鳥兒先生 他就不是像手機你要搜尋 你丟一個問題他立刻給你答案 他沒有辦法這樣 你就必須等待 可是在那個當下你會發現 他說你會發現你的感官的解析度變高了 你會聽到更多 你會看到的更細微 那其實雖然你是一個人 可是你並不會有孤獨的感覺 你會發現其實你跟大自然在一起 你跟整個世界其實在一塊的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剛剛講可能大家會覺得 這很衝突 其實並不衝突 反而是你必須要理解什麼是單獨 你可以跟自己自在相處 其實你的孤獨感就可以減少 並不是說因為我要消除孤獨感 所以我要去追求更多的東西來滿足我 我要買更多的名牌包 我要追求更多的按讚數 或者是我要追求更多的追蹤者 就是那些東西我覺得它都是短暫的 它不會帶給你長久持續的滿足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可能我們要先去理解的區別這樣 閒暇那本我覺得它把 因為它的那個說明完整的說明 是閒暇靈魂的狀態 我覺得它把閒暇這件事情 講得非常好 可能說我們講閒暇 各位會有一點不太理解 我自己對於閒暇這兩個字 我覺得也可以代換成一種 余裕一種生活的 游刃有餘的狀態 那我覺得很有趣 閒暇這個字的字緣 那個拉丁文 希臘文的那個字緣 其實指的是 學習跟教育的場所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學校 你不覺得這件事很有趣嗎 所以在這個字的字緣 學校其實指的是一個閒暇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在閒暇 有游刃有餘 有餘裕的狀態下 你才能夠真正的學習跟得到教育 反而不是我們現在所設計的 學校的樣子 就是每一個人按部就班 就是什麼時間 一定要餵給你什麼樣的知識 這個字原來的字緣的意思 並不是這樣的 反而是一種真的是比較自由 然後是一個其實是比較 遊戲閒暇的狀態 你才會學到更多 學到更好 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我們現在就會覺得說 我們要很努力工作 我們要很勤奮 我覺得這些書有一點在挑戰 我們這些傳統的想法 如果你真的要得到一個很好的體驗 或者是結果 可能我們現在所設計的方式 並不會帶我們到達那裡 反而是一個有閒暇有餘裕的社會跟文明 比較能夠達到學習的目的 因為硬塞的知識很快就會忘記了 我們都有經驗過嘛 對啊一定是你自發性的 然後是在你很放鬆的狀態下 你才會 你才會有那種創意跟靈感跑出來 對啊 所以我覺得閒暇 那個書跟那個無用之用 還有剛剛講的如何無所事事 是在教我們方法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講說 孤獨跟單獨是不一樣的 孤獨是一種你主觀的狀態 可是單獨是一種能力 那我覺得後面的三本書 就是教我們怎麼樣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而且可以單獨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並不是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很可怕 你是不是要我只能一個人生活 其實不是的 單獨是你在關係當中 你也會很快樂 這樣 因為哈說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以我們現代人來看 我們有很多的慶典活動 那其實就是一種閒暇文化 其實就是說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個就是浪費時間啊 或者是娛樂啊什麼的 可是從那個書裡頭的角度來看 並不僅止於此 因為我覺得閒暇並不是只是說 就是放空啊無所事事 因為它裡面有解釋 閒暇跟懶惰是完全相反的概念 懶惰就是你就是真的 一個人很沒有生氣 什麼都不想做 可是閒暇反而是可以讓你活得朝氣蓬勃 那我覺得這種有餘育的狀態 其實我們可以衍生放在很多地方 因為譬如說像慶典 它就是會創造人跟人的相遇嘛 就是人跟人的互動跟交流 其實就是在那樣子的狀態底下 那我覺得閒暇也是希望 讓我們可以再多回歸一點 那個社會 我們更早的時候的社會的狀態底下 曾經有過的人的互動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創造人跟人的相處 不期而遇 所以它有一點是我們剛剛講的這種 特定的目的 設計好的結果的相反 那回到剛剛講的那些慶典 這些 比如說書裡面有提到一些城市 就是現在希望就是說 你可以設定越多的那種 就是車輛不能進入的 比如說像我們的行人徒步區或是什麼 它就是需要希望再重新去 讓人跟人之間可以有連結 因為如果這個城市 全部都是高樓大廈 沒有公園 沒有讓你停留的地方 每個人都是匆忙來去 其實人跟人的互動跟連結 就是會越來越少 那個孤獨病一定就是會 越來越嚴重 所以如果我們要消除這個孤獨病 如果我們已經認知到它是一個社會問題 其實我覺得多創造一些慶典 有一些這種可以人跟人之間的不期而遇 其實是非常美好的 對啊 因為它說認同其實就是一種劃分 就是我喜歡這個我不喜歡那個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都很容易理解 我覺得它舉例都很容易理解 當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把它想得非常的美好 對不對 那當你不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他超級糟糕 所以當你做這樣的劃分的時候 你已經不可能清晰的觀看了 因為你已經有偏見了 所以它說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那以奧秀的說法 它是說 人每個生命一直都在變化 世界也在變化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人 他跟昨天跟上個禮拜跟上個月 可能已經不一樣了 可是你還用過去的眼光在看他 那這樣子你們也不可能很好的相處 對 所以 但我是覺得這不是很容易做 可是 這是我覺得它是可以練習 也是一個提醒 對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認同 是我們已經設定那個結果 我希望看到那個結果的證據 可是如果我們放棄那個認同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看到更多 也許會發現找到新的認同 或是覺得那個認同 根本就不需要存在等等 不知道 就是說我覺得當那個答案 不清楚不知道的時候 才值得去追索 就是說如果我們已經知道那個答案了 就像我們去一個景點 我只是去那裡就是拍照打卡 證明我有來 那這個旅行其實你並沒有任何的收穫 像那個如何無所事事的那個書裡面有提到 他的前男友的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到任何城市 他都只去連鎖餐廳吃飯 因為他說他只是信任他吃過的味道 他不想要嘗試他沒吃過的東西 但可是 那這個人 他雖然去了很多地方 那書裡的那個說法 但是他其實從未抵達 因為你並沒有真的去認識那個地區特殊的文化 他的食物的味道 那裡人的各種情緒風情看法風景 其實你都沒有 你並沒有真的在那個當地 你還是帶著你想要的 你固守的一個感受或者是體驗 來到一個新的地方 看似你的心跟眼睛並沒有真的打開 那其實並沒有真正的抵達 對 因為另外還有一本書叫放空的科學 他就在講這個 就是說其實我們反而是放空 或者是說我們沒有追求特定的結果說 不要凡事去追求所謂的實用性的時候 其實你才會得到更多 所以他那個本書就一直在抨擊 我們這種功利型的社會 就是凡事追求實用 其實實用是最小的有用 因為他就有一種特定的結果 對啊 所以他說 對啊像剛剛講的 夕陽有什麼用 一朵花有什麼用 詩有什麼用 就是如果要用這種有用的角度去衡量的話 我們體驗到的很多美好的東西 其實都不會存在 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它並不是那麼絕對的切分 就是說如果我不要孤獨感 我就要完全的就是 非常就是只能享受一個人的狀態 其實我覺得它並不是一個這麼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我們自己的觀念的調整 那你會發現不管是科技 或者是傳統的紙本書 它都是一個工具 它是一個途徑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要回到 我的第三階段的選書 是跟生命存在有關的 其實還是要回到內在 就是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那我要讓我這個生命是如何的綻放 其實回到這個點來思考 就會你看待的事物的感受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不管是科技 或者是傳統的任何的東西 它其實就是一個工具跟途徑 那是看你怎麼用而已 所以我覺得我們當然還是 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這樣子的時代跟社會 我覺得不可能回到原始的生活 原始生活也未必就會比現在更好 我們已經是現在這樣子的 的這個網路建構的一個時代 我覺得我們就去理解這個工具 可以怎樣帶領我們到我們想要的地方 而不是被迫成為 是我們自己有意識的想要變成什麼樣 什麼是我們認為的理想的世界 我們應該要有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有這個自主權跟自由 去每個人貢獻一點自己的力量 去往我們想要的方向前進 那現在是 我覺得現在比較大的問題 是因為科技進步很快 然後手機的更新也很快 那因為它是一個 它一開始就是一個新奇的玩意 然後我們覺得被它吸引 它裡面確實有很多的吸引力 可是久了以後你發現 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用來設計 抓住你的注意力的東西 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那就好像我們以前看電視 你完全的被那個廣告吸引 它給你洗腦什麼你就去買什麼 那網路其實就是一個放大版的一個廣告 我覺得它有很多吸引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被設計來吸引你的注意力的 那我覺得我們至少必須要有這個意識 不要太等於把你的生命很多的時間花在被迫 去做些什麼事情的情況下 因為這樣你就失去你自己生命的主導權 所以我覺得只是要把那個意識再拿回來一點 我們應該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嘛 並不是網路或者是手機 或是我的同儕 我的同文層說什麼東西很棒 我就一定要去追逐 沒有我就有那種落後的恐懼 那這樣就又變成是一種奴役的狀態了 所以我覺得只要我們有察覺有意識到 並不是說一定要跟網路切分 只是說也許我們可以重新分配我們的時間 跟空間的使用方式 因為什麼是生活品質 生活品質其實就是我們使用時間的方式嘛 那我覺得那個只是一個重新分配的問題 並不是要完全拋棄 因為譬如說像如何無所事事裡面 那個作者也有提到完全的頓事隱居 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其實我們應該要參與 可是是主動的參與 而不是被迫接受 我覺得差別可能是在那個觀念 還有我們是不是有意識 還是無意識的在從事這件事情 那最後想要推薦三本書 一本是菩薩寺朝一座生命的山 然後還有一本是奧修的愛自由與單獨 那最後一本是薩古魯的一個瑜伽式的內在喜悲樂工程 這三本書我覺得都很棒 但是我覺得可以 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在講我們剛剛討論的這些議題 還有我最後 我覺得最重要其實就是回到我們這個生命 我們怎麼看待我們這個生命 我們這個存在 那我很喜歡 其實他們其實都有用不同的方式在講過 像菩薩斯的師姐就有講過 他每次講到說可以回家你就很開心 你可以開出你心裡的那朵花 那薩古魯也用同樣的方式講 就是說生命是什麼 像一朵花它的任務是什麼 就是綻放 所以生命其實就是綻放 去找到可以讓你最為綻放的方式 那就是生命存在的意義 不需要再去追求什麼其他的意義 這樣 那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提醒我們就是要 就是生命是一個向內的旅程 我們剛剛講的所謂的功利性的社會生活 很多時候需求我們講的都是外在 就是我看薩古魯最喜歡舉例 他就說你現在覺得的成功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用你有限的經驗去建構出來的一個目標嗎 就是你看到你的鄰居有大的房子 你想要比他更大的房子 你看到你的同事有開好宅 你想要開好車 你想要比他更大台的名車 對不對 就是都是比較得來的 那都是外在的東西 那如果這些東西你都有了 然後呢 他在演講現場 他其實就有問過一個大學生 就說好如果現在你要什麼都給你 然後你還要什麼 然後那大學生就回答不出來 他說那他真的不知道 這樣 就是說這些外在的東西 他可能沒有辦法真的該給我們滿足 那他只是一個比較的結果 所以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對很多東西有一個既定的實用的目的 你很快會走到盡頭 那生命應該是比這個更大才對 那那個更大的什麼我覺得 他就是沒有標準答案 其實我覺得沒有標準答案才是最好的 對不對 因為你就會有各種可能性啊 這樣 譬如說 我們常常會 有時候我們會很喜歡看星座啊 預測啊 你會想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但我常常在想 假設我們今天都已經知道我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或我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或是我的人生會怎麼樣走 那你還會 你還會覺得這個人生有意思嗎 就像一齣戲 你都已經知道每一集的結果了 你還想看嗎 對不對 其實就是因為不知道 不知道才值得去探索嘛 那我覺得生命最有趣就是 每個人不同的探索 每個人走出不一樣的人生 這才是最有趣的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前一段講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跟機器競爭 或是機器會不會取代我們 其實我都覺得 如果把我們自己想成要跟機器競爭 那真的是一個太可悲的未來了 因為人最可歸的是什麼 就是人性嘛 人性是機器永遠沒有辦法取代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凡事就是回到人性來思考就好了 不管是仁慈講的或是孤獨事跡講 或是剛講的三本書講 其實反覆的就是要提醒我們人性這件事情 只要我們做這個決定 是出自於我們的人性 你就不用擔心那個是機器會取代你的事情 你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你只要去想基於你的人性 你覺得這樣子對嗎 或是你覺得這樣子好嗎 你就會得到自己的答案 然後 好我先講譬如說朝一座生命的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在台中大立 不是很大的寺廟 可是你進去你會待很久 你會覺得非常非常的平靜 那時候因為我幫 因為朝一座生命的山 是我幫菩薩是寫的嘛 那時候是寫帶著我去 講這個建築是怎麼回應佛法的本質 就是會光法師的這個想法 他那時候講的一句話 我印象很深 我覺得用那句話 其實就可以跟很多人溝通 因為生活是向外的 生命是向內的 所以你推開菩薩斯的門走進來 其實就是一個決定 從現在開始你要往內去探索 這是一個向內的道路 那我覺得現代人很多的 我們很多的憂鬱 很多的不開心 可能是因為我們跟內心距離太遠了 因為這個學校沒有教啊 學校沒有一堂課教我們 怎麼去照顧我們的心理 怎麼去往內探索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所以答案並不是我們要去問別人 就是你直接告訴我 因為我覺得現在習慣用手機的孩子 比較怕他們會變成這樣子 就是說習慣我Google一個東西 我就立刻得到一個解答 我不要去經過那個過程 因為那太慢 可能對很多網路世代孩子來講 不是數位的 不是網路的 就是代表慢 可是其實慢有慢的價值 因為你必須要經過那個過程 你在這個當中得到的東西 它才會變成你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朝一座生命的山 是給我們這樣子的提醒 你要朝內去探索 那奧修的愛自由與單獨 它這本書裡面其實就是呼應它的說明 它就是講這三件事 那我覺得它的說法我覺得也很有趣 因為奧修就是一個講話很犀利的人 可是有時候它的一些說法我覺得也很美 那它裡面也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單獨是一種慶祝 如果這個生命可以單獨的存在的話 其實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因為你無所求 你自己就是全宇宙 你跟所有的人在一起 我覺得那是一個 我還蠻希望可以練習成為的目標 就是你就 你就不用再擔心說 你是一個匱乏的人 你一定要有什麼東西 就是說你的那個滿足是 要期待在未來的某一刻才可以得到的 所以我在我自己的書 《成為自由人》裡面有提到 我對於退休這個詞 我有點希望它可以消失 因為我覺得退休意味著就是說 我們要等待某一刻 才可以開始去過自己的人生 可是我覺得那是一個太大的賭注了 好像我在退休之前 都只是一個手段 我都不是真正的活著 我只是為了犧牲忍耐 等候等待退休那一刻 我就終於可以過我自己想的人生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人其實退休以後 他有另外一個猶豫的原因 因為他從來都不知道他要的是什麼 那他也不知道要怎麼去探索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把生命當成是眼前的事 並不是未來的事 就是此刻我就是要去體驗活著 生命就是現在不是未來 然後薩古魯的那本書 網路上其實有很多薩古魯的影片 其實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自己去看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聰明的智者 他的邏輯很強 所以我覺得他並不是講一些很飄渺的東西 他可以用很有說服力的方式讓你理解 那我很喜歡他的很多的觀點 這樣舉一個例子好了 他在講 他用英文 Responsibility這個字 在講 Ability to respond 就是如果你有回應的能力 生命就是你要有回應的能力 那回應能力並不是說 我對什麼東西都要反射性的 就是還是回到剛剛講 這個是你有意識的 你的回應是什麼 就是說每個人生命歷經的事情不一樣 那那個事件本身就是事件而已 重要的是你怎麼回應它 然後我們也不要把世界切得非常的窄 就是說那個是他遇到的事情 他跟我無關 所以我不用對他回應 或者說路邊有人受傷了 你會覺得那跟我無關 所以我不用回應 薩古意思是說 事件萬物我們都應該要回應 可是回應並不是說 你立刻要去做一個什麼事情 你要去思考 這當下你的回應是什麼 你可以做什麼回應 那就是說你如果意識到 這個生命是你自己要去負責的 你就會知道你要怎麼去回應它 否則的話我們就會把這個自主權交給別人 就是我不用替他負責 所以我就說其實 回到剛剛講這個自由 其實自由並不容易 因為自由就是你要負權責 你要為你自己的決定負責 你現在自己做決定 然後你要為他負責 在公司裡頭 聽命行事其實是最簡單的 因為我做不好 我可以說那老闆叫我做的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個自由的人 你就要為自己負責了 所以那就是 Respond的意思 就是你要為自己負責 然後薩古還舉個例子 他就說什麼是自由 如果我現在把你丟到荒野 丟到深山林 都沒有人 全然的自由 你會覺得很棒嗎 不會你會很恐慌 對不對 所以自由其實是需要一點勇氣的 而且是需要清晰的觀看 他一直在講清晰這件事情 那這個跟奧修 跟我剛講菩薩斯講的 其實是很像的 都是一種在講 因為清晰的觀看是什麼 就是你一定要回到內在 你要可以安住在 你是一個 你可以是一個獨處的人 然後你看事情才會清楚 像剛剛講的如何無所事事 他不說他可以讓他的感受 好像解析度變高 那個就是你可以靜下來的時候 你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如果我們整天都是 有很多的雜訊 有很多的噪音 我沒有辦法安靜 什麼都不錯 我會很慌張的這樣子的人 其實你就不太容易看得清楚 對不對 而且你如果只能依照自己的 過去的想像 譬如說有很多的父母 會限制小孩 就是說我是為你好啊 我覺得你應該要這樣做 那其實我也會有很大的問號 對這樣的父母 因為我自己也是媽媽媽 我其實也會去想 就是說我認為好的意思是什麼 那個好是根據我自己 過去的經驗得出的答案嗎 可是我的經驗也是很窄大 有很多人生其實我 很多種人生我並沒有經歷過 所以我如何能判斷 我為他做的決定就是絕對的好 我不敢這樣講 我只能根據我過去的經驗提醒他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但是最終這個孩子要選擇什麼道路 應該要讓他自己負起責任 應該要讓他有決定權 因為我們都會說我們想要追求 平靜啊喜悅啊這些 好像就是說快樂跟喜悅是一個終極的目標 我本來也認為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我也想要追求平靜啊喜悅這樣子 可是薩古魯說他怎麼會是目標 如果這個是目標你最後就是Rest in peace 就是到墳墓的時候你就完全的平靜啊對不對 如果那個是你的目標的話 他說這個應該是你的基礎 不是你追求目標 因為你去想當我們心情很好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會做比較好的決定 我們也會看得比較清楚 可是當你在盛怒的時候 或者是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看所有的事情一定都有一個偏見的眼鏡 對不對 你不可能為你自己或他人做一個好的決定 所以平靜喜悅應該是我們生命的基礎 那我們應該要有能力自己去決定 我內在的狀態 而不是別人講一句話我就跟著跳腳 或是別人誇獎我就心花怒放 那隔天當那個人不理我我又沮喪得要命 那這樣子就是被別人奴役我的內在 我就是以薩古魯的說法 那就是終極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提醒啊 就是說因為我們是人嘛 就是我們不一定每一天都可以做得到或是做得很好 可是我覺得書就是可以跟我們提醒 然後我覺得它是可以練習 就像剛剛講大腦是需要訓練的嗎 那我覺得我們的觀點我們的言行 其實也是可以慢慢累積然後去改變的 我覺得這個是閱讀讓我覺得很棒的地方 然後可以再回來講人性跟機器 因為機器是什麼 機器就是有一個我們想要的結果 可是人性就是有很多不可控的變數 因為人本來就是不可控的嘛 然後我們會覺得說機器好像比較完美 不會犯錯好像就是比較好的 這個問題其實我思考過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也讀了很多書 我現在自己的理解 我覺得會犯錯其實是好的 然後就是因為人性不完美 所以人性才可貴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剛剛講就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的學習並不是從那個結果 是從那個過程 那不管你犯錯 犯錯只是你沒有抵達你想要的特定的結果 可是它未必不會帶你到更好的地方 或是它是下一個更好的地方的跳板 不一定 然後正是因為你跌倒過 所以你會珍惜某些東西 某些價值 然後我覺得正是因為人都不完美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才有各種可能性 有各式各樣的人 可是如果是機器 如果是完美的 它就是一個 一個格式化的結果 就是一種標準化的結果 那那個就是我們想要的 也有很多科幻小說在描述這樣的世界 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去體驗一下 那個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以為的完美真的是完美 可能並不 所以剛剛講的就是 人就是有喜怒哀樂 所以你體驗生命才會深刻 如果切割掉悲傷啊 憂慮啊這些你覺得比較不好的部分 那你這個人的生命體驗 可能會真的就是非常的淺薄 而且你會發現很多東西其實真的就是雙面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過很深刻的悲傷 你也很難體會很深刻的快樂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多東西的解答 就是我們以為那樣子是好的 可是你真的去思考過 或是你去讀那些小說 你去同理看看 那個真的是好的嗎 也許那個並不是你想像中的無陀邦 所以我覺得人性當中有一些不完美 反而是好的 那回到剛剛講 因為生命其實就是過程 並不是說我今天比別人更快找到這個答案 我就很棒 因為我覺得它不會有停止的一刻 因為你會一直成長一直變化 所以那個答案可能 我今年的答案跟明年答案也不會一樣 所以它就是一個過程 我覺得就去享受那個過程 那我覺得我們也要幫助我們的下一代 去享受這個過程 給他空間去探索 他現在還不知道 我覺得不知道是很好的 因為不知道就是探索的起點 如果他說我什麼都知道 如果這個大人覺得我什麼都知道 所以我的小孩也是什麼都知道 那我覺得那反而是會讓人擔憂的狀況 對 所以如果這個孩子不知道 他也意識到自己不知道 那我反而很好 我可以開始鼓勵他說 很好啊 那我們就一起去找找看 那可能答案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才是真正的學習 那最後那三本書我覺得是在提醒我們 我們的生命 最終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生命到底是為了什麼 那如何可以幫助我們每一個人去綻放 對 所以我覺得大概就是推薦這九本書 有這樣子的階段 希望大家可以去認識跟理解自己 然後不要害怕單獨 那我覺得有單獨的能力 我們就可以消除孤獨感的蔓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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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